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已经变得非常的强大 东面的诸侯联系了和他作战 都没办法战胜他 《甲夷》这个顾情论写得非常好 把当时的形式非常生动的语言写出来了 他写了结果 《与世众善要解 增各地已落晴》 情有一粒知其碧 追往着北佛思百万 流血飘楼 英历成变 整个天下风里河山 《强过情佛 若过若潮》 《异解 孝文王 庄香王 享过子日前 国家无事》 我屏幕上的文字可能跟我们书本上的文字 有一两个字有出弱的 因为本质不同 没关系的 《截至死亡》 下面讲了那么多的情果的 《异对的亡》以后 讲到了情死亡 《截至死亡》 《截至死亡》 分六世子余裂 正长刺于余内 吞二周日王诸侯 吕子尊之六合 《截至死亡》 到了情死亡的时候 我们看看 他分六世子余裂 他上面有六代 他的父亲 他的祖父 他的曾祖父 他的太祖父 一代一代的这样子 他把他们的力量继续继承下来 贾一为什么要写这些 大家知道吧 贾一最后就写了秦国的谬王词非常快的 他十五年之内就没掉了 秦死亡建立了秦国 秦国只有十五年就没掉了 实际上秦死亡这世啊 也只有他做皇帝子做了十二年 后面三年是秦二世跟秦王之音 贾一为什么把其开头渲染的非常之的 场面非常大 他主要是为了说明 你一个国家发展到发展是非常不容易的 创业是非常不容易的 创业了六代 最后到了秦死亡的时候 秦死亡也是一位非常有名的军事家 也是一位非常有名的政治家 他自己也奋斗了一辈子 最后把中国统一了 但是到了儿子手里 一下子三年就没忘了 包括他自己做皇帝 也是做了十二年 合起来情过统一中国的时间只有十五年 他就是为了总结经验教训 南举他在中国统一了以后 中国统一了以后 这下南面发展 南举百岳子弟一位桂林相郡 把百岳子弟 就是今天的广东广西也取来了 百岳子郡俯首细境为命下历 乃是孟田被这长城手翻里 匈奴窄于理 孟田是秦死亡这个朝的有名的一个军事家 有名的一个军事家 他呢北面这长城 带了三十万几十万的人马 在那里守着长城 守着长城 胡人不敢南下而莫马 是不敢弯弓而抱怨 于是非先王子道 波百岳子言以欲前守 接下来秦死亡骄傲起来了 他废掉了先王子道 先王讲仁义 他废掉了仁义子道 波百岳子言 那个时候先秦的时候 我们中国的思想比较开明 比较开放 百家争民 秦死亡呢不让你们百家争民 所以这里面呢贾义已经开始批评 慧明臣杀豪骏 受天下子病拒之咸阳 把那种 他认为对他统一中国有障碍的 他认为跟他以后的专制的统治有妨碍的 那些有名的城墙 他都把它拆掉了 把那些有名的人士 可能跟他争天下的 都把它杀掉了 守天下子病拒之咸阳 把全国的兵器都集中起来 聚集到首都咸阳去 咸阳去 消风体住一位惊人神 全部把它丢到 炼光炉里把它化掉 什么铜的兵器啊 贴的兵器啊 全部化掉 化掉干什么呢 住成惊人神 但是种成精硕的人呢 就是住了12个很大的 这下请死王放心了 是吧 北面装了长城 凶都打不过来了 国内 我把那些可以跟我围的的人统统杀掉 他们可以守的程度拆掉 他们手里的兵器我全部收起来 就说包括老百姓的菜刀 他都收起来 全部化掉 你们没办法跟我抗核了 以若天下子民 然后剑瓦为城 银河为祠 具一章之称 林不辞子岂以为故 他把华山作为一个城墙 他把黄河作为护城河 他的气魄是非常大的 气魄非常大的 那么这样子 华山为城的话 他的城墙就于一章之高啊 以黄河为城池 那么就林不辞子岂以为故 那是非常高大的 非常深的城墙 非常深的护城河 非常高的城墙 下面还有 梁将敬奴 首要害子指出 信臣金座 臣立兵儿随和 天下已定 死亡子姓 自以为关中子故 金城千里 子孙帝王万世子爷爷 我们大家从他的名字可以看得出来 他就叫自己是秦始亡 死就是开死 我是第一代的 那我儿子就是秦二世 我孙子就是秦三世 我的真生就是秦四世 一代一代排下去 死皇帝 我们以后的皇帝 很多人像汉高朱 汉文帝汉徽 都他死了之后 我们后面的人给他起个庙号 我们这样称呼他的 秦始亡是他自己起的 我是死皇帝 就第一代的 第一代的 死亡寂寞 余味真语续首 秦始亡我们大家知道死掉了 是吧 后来他在寻守的路上死掉了 死掉了之后啊 李氏他们也不敢宣布 当然有很多原因 把尸体放在车上 天气那么热 就像现在那么热 尸体很臭啊 那么车子上放了很多的咸语 告诉人们 什么臭 咸语臭 不止尸体烂臭的臭 回到了咸阳才发生了 他死在一个皇帝死在路上了之后 自怕天下有变 当然李氏跟赵高还有一个阴谋 就是回去之后就宣布啊 小儿子胡贺为皇帝 叫胡苏自杀 小儿子胡贺杀了他很多哥哥 因为小儿子嘛 可能不管怎么轮不上他们 他只有把前面的哥哥都除掉 他这刻又轮得到他们 是不是啊 所以他大可以杀戒 但是大家都怕秦死亡 秦死亡 死亡寂寞 余为真于叙索 为什么大家都不敢动呢 因为秦死亡太厉害了 大家认为陈死亡可能活着 大家再看 天下有变了 在甲仪的文中 然而陈硕 翁勇神殊子是 盲地子仁 而千禧子涂厌 才能不解重勇 非有重泥 目的子贤 逃出一顿子福 这个陈硕 陈硕 他是什么人呢 他是什么人呢 他是家里面呢 用瓦缸做窗户的 墙上挖了个洞 用瓦缸挡一挡 风寒 门做不起来 他用绳子绑一绑的做门的 这样子很穷很穷人家出身的人 他是一个盲地子人 盲力子人 奴隶 是给人家做长工的 所以用轻贴话来讲做长工的 陈硕使家 我们大家都多顾 陈硕起义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 他出身是很贫穷的 他是什么人啊 他是这样子的人 并且是一个千禧子徒 千禧子徒 他就是振发的一个说座 去守长城 我们大家知道 他走到安徽大字乡的时候呢 碰到了大树 没办法过去 按照清朝的法律 你走到了长城 但是你误齐了 不管什么原因都要杀头人 陈硕就跟手下人讲 对吧 那么我们大家去了 也就是死 不去也就是死 那我们不如其意 不如其意 后来就是大字乡起意 大家知道了 他的才能呢 不计中庸 假意说他没有什么多少才能 他绝对没有像孔夫子 摸子这样子的 这样子好 没有陶珠公 陶珠公就是范侣呀 范侣是很富的 我们大家知道 他是西斯的故事 是不是啊 他有勾建的故事 他最后做生意了 做生意了 做生意做得很大 占了很多钱 据说住在山东 伊顿也是个富双 他没有他们的富座 四座行物之间 崛起千不止重 帅匹壁之座 讲述不止重 转而共臣 转而共群 他就带了那么一些人呢 打成 有没有兵器呢 没有兵器 攒木为兵 极干为器 把木头砍下来 作为自己的兵器 拿出锁干 打起一面 布就是旗帜 这样子的结果怎么样呢 大家看看 没想到的是 天下云杰而响应 银梁而隐虫 山东豪杰 最兵器 而忘情所以 没想到陈圣这样的振臂一呼 大家都起来了 大家都起来了 天下云杰而响应 银梁而隐虫 银梁 背着粮食 大家去参加陈圣的部队 自己背着干粮 陈圣 跑到哪儿 跟到哪儿 跟到哪儿 山东豪郡 最兵器 这个山呢 大家去讲 就是上面讲的摇山 韩国关摇山 就是陕西跟河南 子建的交界的地方 这个山 我们今天的山东省 那个时候讲的山 摇山子东 就是陕西的东面都叫山东 都叫山东 就是原来战国 其他六国俗处的地方 都叫山东 结果山东的那些人都起来 响应承受的号召 最后把秦国就灭亡了 下面这些是贾一的评论 贾一说 切伏天下非小若也 雍州子弟 遥寒子故自若也 他说天下呢 那个时候啊 没有变小也没有变弱 跟秦始王一样很大的 也很强的 雍州子弟 雍州这个地方 就是陕西秦国的根居地 这一块地方 摇山跟韩国关的牢固 跟原类也是一样的 也是一样的 陈寿的位置 并不尊于齐楚燕赵韩魏宋魏中山子君宴 陈寿的位置 绝对没有跟齐王楚王燕王赵王韩王魏王宋王魏王中山 这些王一样大 他绝对没有 反过来就是说他们这些人为什么不起义呢 他们这些人为什么没有首先起来起义呢 还有陈寿用的什么武器呢 大家看看 除饶 吉金 不先于勾个长萨业 他们手里拿的是种田的工具 这些工具绝对没有兵器那么锋利 勾个长萨都是兵器 真正的兵器 思绪子重 非康于九国子思业 那些发出来去守长城的那些人 绝对没有原来九国的军队的厉害 正规 康 康什么意思啊 康就是高的意思 高 康 我们今天说高康的河龙 康跟高是一样的 就是这些陈寿手下 对陈寿后发动起来的这些折束 折束之中啊 不比九国的部队来得好 深谋原理与行俊用兵指导 非几托使子思业 他们呢 也不是 原来帮陈寿打仗的那些人 也不像囊使子思业 那个时候的人的 有那么好 然而崇拜一变公义相反 但是呢大家看看 这里贾一就讲了一个道理 天下还是原来的天下 这个秦国的地方也是非常之牢固 但是呢秦四王死了只有三年啊 这个这些人就把它灭掉了 贾一说 陈寿所发动起来的部队的起义 包括向梁啊 包括项羽啊 包括刘邦他们的部队 绝对没有比原来九国的部队那么多 身不原来的人也没有以前那么多 不比他们 但是他们能够把秦国灭掉 原来都打不过秦国 这到底是为什么 贾一是一个政论家 他从政治这个角度提出问题来 请大家思考 请大家思考 这里贾一再做一个假设 事是山东子国 与陈寿度长之大 比全亮烈 这不可童年而予 不可童年而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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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秦国 他就是陕西那么一块很小的地方 黑头还不是陕西全景 陕西的北部 陕西的中部 北部一点点扩大起来 但是他能够 叫那些大国都去朝建他 叫他们都去向他献煤 所以这样子的时间 居然可以维持一百多年 可以维持一百多年 最后呢 他能够以六河为家 六河 东南西北天上地下 六河 就是整个天下 这里是整个天下 当时中国的观念啊 我们整个天下是九州 陕西是庸州 河北是济州 山西是并州 江浙这一带是扬州 湖南湖北是晋州 四川是一州 九州 天下分九个州 这九个州呢 东南西北围起来 上面是天 天元地方 地是一方的 那么这样子六河 整个天下 秦始王能够把它统一起来 最后以姚贤为公 姚贤 最后呢 成为他里面的一个 不是 原来他是他的边界 最后他的 他的那个住的地方 变成住的地方 一夫昨难 而千妙会 生死人手 为天下孝者和也 一夫 陈硕 就是区区一个陈硕 一夫 起来 正逼一呼 结果天下都响应 使 前死亡 淫家的千妙都毁掉 千妙 千妙就是他们家里的祖先的妙 一个皇帝死了 他会立一个妙 祖昭陌 他会立很多的妙 妙什么用呢 人死了以后啊 跟活着一样 要享受人间的烟火祭祀 大家都去祭拜他 祭拜他 我们大家都知道 十三灵啊 什么什么 有些同学都去看过 这个就是妙 但是呢 陈硕一个人起来 把整个秦国的政权 秦死亡的天下 包括他的家庙 全部都弄掉了 并且 生死人手 秦二世也好 他是被赵高杀掉了 秦王子英 他是被项羽杀掉了 最后他的子孙呢 弄得一个一个被人家杀掉 为天下所孝 为什么呢 假以子出来 你的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仁义不失而共守只是一眼 最主要的你就是不失仁义 是天下的民心不像你 最后呢 你的对立面起来呢 就把你灭掉了 灭掉了 这个是顾群论的上 顾群论的上 顾群论的上讲了什么内容呢 就讲了秦死亡 他不失仁义 最后 死的 天下呢 没掉 因为他不失仁义 所以延续下去啊 他一死了以后啊 很快天下就没掉 这个道理 这个道理 整篇文章 我们假以顾群论啊 我们的作品旋律啊 前面有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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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我们的作品旋律啊 第七页啊 第七页啊 顾群论就分上中下三篇 死记 情死亡本记 太司公论以后呢 引落下篇啊 陈硕死家后 又落这上篇 甲一星书呢 则将中下两篇何为下篇 无中篇子民啊 上面一个括号 后面呢 接着又落上篇 中篇 当着后人捕弱 所以甲一的顾群论 原来分成三篇 呃 太司公司马迁 把它收起来的时候呢 收到不同的地方 今天呢 我们根据顺序 因为他是一论情死亡的 一论二世的 一论子婴的 所以我们把它分成上中下三篇 那一段时间 就会做到来 一项 一项 一项